兩岸要開戰了嘛 我們看到國防部長邱國正到首度鬆口 他說兩岸正瀕臨動武的邊緣 壓力已經大到讓他睡不好覺 他甚至證實 國軍已經更改了第一級的做法 在此同時 觀眾朋友 習近平也釋出了軍事訊號 要為海上鬥爭做好準備 更離奇的是 在今夏水道 挖泥船已經開到這個地方來了 所有都在今天發生 馬老師帶我們來解讀 怎麼看這個局勢 各位觀眾 我在本節目已經四個月 沒有講台海局勢了 為什麼沒講 雖然他還是中共基建還是來 但是大同小異 為什麼四個月之後 我突然要講了 現在嗅到不一樣的氛圍了 老師你聞到什麼樣的氛圍 嗅到戰火的味道 要打仗嗎 我絕對不在那邊危言聳聽 來 不是我講的 第一個 國防部長邱國正 我今天要提很多證據給大家看 是 國防部長邱國正 在地法院說了兩段話 第一段 這個 他每天都提心吊打 緊張到睡不著 就第一個 第二個 他講了八個字 兵臨動物 情況嚴峻 不知道我講到 這八個字他講到 而且我當初聽到這個 兵臨動物的時候 我還以為兵臨城下的兵臨動物了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嚴重 就是居然大陸的挖泥船 跑來挖 挖泥 挖泥就代表他要開這個新航道 結果他開什麼新航道呢 注意看 從小金門跟大膽島中間 直接穿過去 我告訴各位 老共以前是讓利 他確實從小金門跟大膽島中間 穿過去 是他最快的航道 但他以前 金門會緊張 他就從大膽島跟清雨中間穿過去 他不要從小金門中間穿過去 他繞遠路過去 他現在挖泥 挖泥之後 他如果真的從大膽島跟小金門中間穿過去 代表什麼意思 我的防線就被你破防了 不是 金門海域就是我家的了 你海巡署再來撞看看 金門海域就是我家的 沒有什麼海巡了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挖泥船 工程船什麼又不是軍艦 沒有 他要來挖航道的 他來挖航道的 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習近平 現在來開兩會 兩會昨天跟今天之間是分組作談 就每個代表團自己在分組作談 習近平跑去參加一個分組 你都不知道參加哪個分組來 哪一個分組 解放軍代表團分組 是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發言 我們就要仔細聽 他沒有去工商 沒有去企業 沒有去少數民 他跑來解放軍代表團 去跟他們來作談 全部作談 結果最重要是 他講了什麼東西 他全部重點都在 統籌海上軍事鬥章的準備 就是海戰 你們就準備給我打海戰 你把海戰搞好 海戰 他不是講什麼高山 高山就是印度嘛 對不對 海戰 那我就想到了驚嚇的翻船 到現在上後沒完沒了 對 好 我跟你講 這些訊號 一裝裝裝裝來次 重擊到邱國正 他提心吊軟睡不著覺 好 因此台灣有沒有做出回應 有做出回應 做出什麼回應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第一個回應 今年漢光演習的兵棋推演 八天七夜 一年期的義男開始服役了 一年期的義男要打城鎮戰 要打巷戰 你們可不可以打 要來推演 這不得了的事情了 我再告訴各位 這從來沒有漢光演習 讓敵人上漢國 政府說我們一年一的EUV 是不用到最前線去跟敵人短兵相接的 沒有到最前線 打城鎮戰 巷戰已經是後方了 那也會傷亡啊 那你當兵不打這個 你要當什麼兵呢 好 當這是我問的 好還沒完 以前美軍來 美軍的現役軍人喔 以前都是退役的 退役的 對 只能說不能 只能做不能說的 對 這次公然要說 美軍會有一個龐大的觀摩團 來參加八天七夜的漢光演習 這不得了的 是 還有一個 美軍為什麼要來 月以前我們從來沒打過巷戰 美軍要當裁判官 裁判官你巷戰打得動打不動 看你夠不夠 可以擋得住 對 好 各位 這是漢光演習 還沒完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現在 最高參謀者們下令 空軍恢復跨職業飛行訓練 這個是什麼意思 現在沒有嗎 現在沒有 我告訴各位 因為 幻象跟那個F-16 一起飛 吵死了 太吵了 而且大家會害怕 對 所以 居民們抗議之後 現在 中華民國戰鬥機 晚上九點以後不出勤了 晚上九點以後不出勤 為什麼 第一個 第二個會吵到民眾的安寧 第二個會引起社會恐慌 還有第三個 就是老共共機也不一定要摸黑過來 踩你的ATIE 對 好 現在突然下一個命令了 各位觀眾 空軍恢復跨職業飛行訓練 而且我告訴我 我給你明白跟大家講 三個聯隊先恢復 那三個 台南的第一聯隊 這是經國號 因為 經國號 因為台南它是迎戰南部的 是 新竹的二聯隊 這個是幻象 對 花蓮的五聯隊 F16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回復 因為現在要打算 老共來的時候 可能晚上來 我 各位一定要知道 雖然現在戰鬥機很先進 很先進 先進到 它可以自動駕駛 可以四季外攻擊 但是你還是有目視的 目視 譬如你跟掌機 編隊飛行人要目視 對 那目視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有月亮跟沒月亮 這個初一跟初十五的光線都不一樣 有星光跟沒星光都不一樣 我們九點以後沒飛行過 你說搞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等於說 打空夜戰的準備了 你給我止夜 去給我飛行 所以這 我剛剛講 曾經講 能戰備戰 這第二件事情 我還要給你講 更嚴重第三件事情 邱國正居然下令更改第一集標準 這個是什麼 今天在他報紙上面 抖大的標題 都在寫這三個字 第一集 對 毛老師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件事情如何影響至關重大 第一集是兩岸開火的 開第一槍太重要了 我告訴各位 以前第一集的規定是這樣子 第一個 前線出現狀況 你要往上面爆 要不要打第一槍 發第一炮 由上面來決定 那什麼時候前線指揮官 可以決定打第一集呢 對方開槍開炮 他們已經扣板機了 對 他扣板機了 你在回擊了 你才回擊了 現在不是了 現在第一集交給前線指揮官 那全線到什麼地方 對方做出愉悅的行動 你就自己打第一集了 所以會有一條線 這一條紅線他越過了 我就可以展開第一集了 而且這條線好模糊 什麼叫對方做出愉悅的行動 那這條線在哪裡 沒有線 所以我認為愉悅的行動 包括兩點 我個人猜測喔 第一個 對方撞你 船艦來撞你 飛機來撞你 撞你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進了我的領空領海 就啪就打了 我認為是這個 他沒有解釋什麼叫愉悅 但更改第一集行動 這不得了的事情 好 最後一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再講一下 就是老共現在多線飽和攻擊 現在發生一個多可怕的事情 這什麼東西 這海警船 從來沒發生過 老共的海警船 開到花蓮港外面 他不是都在金門繞嗎 他都在金門繞 金門繞 他居然跑到花蓮港 在這兒 而且我再跟大家講 是 他進了我們24海裡限制海域 24海裡已經進到 這算領海了嗎 不是 限制海域 限制海域 12你是領海嘛 進我們限制這些海域 而且從來沒見過海警船 跑到我們東部 在花蓮港 所以他現在 多飽和就是 我不一定軍艦啊 我現在海警船 研究船 這個民船 民兵船 你台灣怎麼搞 我就貼著你24海裡 對 而且我拿著去衝你 你要不要打我 各位一定要知道 在24海裡 12海裡衝撞 早就有各式各樣的 最有名的 我一定要跟你講 1988年 黑海撞船事件 你看這黑海撞船事件 這是什麼東西 美國一艘巡洋艦 約克號 跟一艘驅逐艦卡倫號 跑去人家 俄羅斯克里米亞半島旁邊的 12海裡裡面去 已經踩進12海裡了 他為什麼踩進去了 他要收集他電子訊號 所以這樣 你第一次來 我容忍你了 你第二次又來 結果俄羅斯決定撞他 派了兩艘 派了兩艘 一個叫旺我號 一個叫KBR6號 結果就跟他說 你進我海裡喔 老美真厲害 他真的進他12海裡 我就讓你來撞嗎 約克號被俄羅斯的望我號 從後面一撞 砰撞上去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的那個反艦飛彈架被撞落 這麼嚴重 這兩國要開戰了吧 我告訴你 反艦飛彈架上面是10彈 如果爆炸的話不得了了 另外一艘卡倫號 也被KBR6號 從後面砰撞了 保老老師我問你 所以來青門踏戶的 那個時空是美國 對 現在來青門踏戶 我認為就是共軍 對 我軍可以像蘇聯當時撞他這樣 就撞過去嗎 我現在就跟大家講 以前是不准撞的 但現在第一級 邱國正下令改變 從第一級到要對方開槍開炮 你才能去撞他 不然不能撞 這是以前的 現在最新的命令下來了 只要對方有愉悅的行動 你進我十二海裡 這就對你是愉悅的 我就可以撞你 所以我告訴你 現在兩岸擦槍走火的機會 大大的增加 第一級 隨時可能爆發 你在睡夢中都告訴你 跟邱國正一樣 不會睡得安穩的 今天晚上 宇軒跟我們一起要關注 建議一個面向 金門翻船 整個善後還搞不定 你看開來什麼東西了 居然把書俊挖泥工程船 都已經開進了水道 這是多大的警訊 為什麼國防部長邱國正 他今天再一次鬆口 他說兩岸可能擦槍走火 壓力大到他睡不著覺 宇軒 怎麼話越說越明了 到底情況有多緊張 反正要跟我坦白講 邱國正也算是一個大老爺子 當到國防部長了 我在這邊認真的建議你 你不要裝可愛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結果我問 如果真的兵凶站尾的話 你仔細看這句話 他說笑嘆 公聲笑 哎呀不要再說了 今天我睡得還不好啦 請問有可能講出這種話嗎 當然不可能嘛 很奇怪 因為如果真的台海兵凶站尾 你皮就要繃緊 你臉皮最好是給我嘴角沉下去 緊張都來不及了 怎麼會講說 哎呀恐怕我今天晚上會睡得更不好了 然後還嬉嬉笑笑 所以這件事情貓膩在這裡 這有幾個疑點 第一個疑點 到底現在的兵凶站尾 是不是蔡政府有意的為之 或者是刻意的為之 再來第二點 我們作為中華民國 作為台灣 到底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但各位講 下一個就真的真憑實料了 為什麼 因為國防部今天提出一個全新的講法 叫做第一集 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定義 過去大家第一集講做開槍 這個炮打過來 這個叫做第一集 對方先攻擊我 我就要還擊了 但現在開始改變這個定義了 從什麼時候開始 是邱國正講的 過去我們講曾經有 中國解放軍的無人機 飄來我們這邊 那想說拿石頭丟到也不是 對啊 開槍也不是 現在改變定義了 如果只要有對方 也就是敵軍 任何的實體的不管飛機 不管艦艇 不管任何的單位 實際的入侵到我方的領空 我方的領海 我們就可以視為這是第一集 而相對應的 如果我們開槍 如果我們開火 這個叫做反制 不叫做第一集 但我必須反問一件事情 當如果真的插槍走火 真的對於對岸來的 無人機也好 艦艇也好 開炮了 開火了 那這個時候對外界主張 我們被弄反制 國際社會會不會買單 好 這個東西 前面先前世 我真是被攻擊的 他先扣反擊的 所以我反擊 這個沒什麼好含扣 這個沒有喔 他越線就被我認知 我就可以對他第一集 是不是你先發動的呢 俊良哥我現在有對於他這種說法 我持一個保留態度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知道的是 不管是對方的海警船 不管是對方的軍艦 確實都在我們的邊線 甚至是有越線的狀況 持續游移 但我就等著看 我們的海軍 是不是會如此抗衝保台 但現在另外一個動作 則是大到不行 叫做什麼 首都數位 為什麼講說首都數位呢 現在他們講 原本在我們的台北這個地方 因為這是總統府所在的位置 只有大概一個營 也就是在5000名的兵量 未來即將 也就是這個憲兵 各位先前出示 兩腰營的憲兵 擴邊到一整個一倍 未來還會在辛亥營區進駐 所以這營造著一個速殺的氛圍 這告訴你 的確北台灣有危險 我們的總統府有危險 而現在難道真的兵凶撞毀 另外一個觀察指標是 也被我們認為是 護國神器的海風大隊 海風大隊是什麼 今天我的反艦飛彈 在陸地上直接發射 那不是我的炮針電 因為我打完我就會走 海風大隊最近又有動作了嗎 最後一個我跟各位報告 海風大隊每次呢 都是這個漢光演習裡面 重中矚目的焦點 為什麼 大家最喜歡追這些飛彈車 而且你知道他們移動 在什麼時候移動嗎 半夜 半夜移動 因為而且包括他所配載的 比如說我們講熊二熊三 基本上都是現在台灣最精銳 而且可以具有長城打擊的能力 所以這個東西擺在這裡 甚至讓你看到 讓你說我20小時都在見封共軍 包括在整個台東 或者是說到西部地區 都有可能部署 他在回應哪一件事情 就是先前大陸是不是 跑到我們的東岸 台灣本島 海警船都來了 不只我們軍艦都派出去了 軍艦派出去 隨時從來就跟你呼應嘛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政治動作還是軍事動作 各位我的解讀 政治成分比較高 也就是當你侵犯我的主權的時候 現在國防部整個溫度逐漸升高 隨著邱國正雖然說他還在裝可愛 但有沒有動作 有 海軍艦艇也派出去了 我們海豐大隊也派出去了 就在跟你恫嚇 只要你趕越雷池一步 我跟你相看兩不厭 好 我們現在看這不是只有台灣 我們這批窮緊張 你看對岸 政戰兩會對不對 習近平釋放出這一個訊號彈 我們怎麼來解讀呢 這個是接二連三的 因為坦白講 中國大陸也就是共產黨解放軍 他們要做這些動作 你覺得會是隨機起義嗎 當然不是都是一套套的劇本 你回應A我給你B 你回應B我給你C 你回應C我給你D 所以他現在的狀況很簡單 先把和平統一給刪掉之後 緊接而來 他們講雖然習近平不對啊 蘇宇軒 他確實在這個口頭上 有在講到和平統一這幾個字啊 但是你看看他還加住了什麼動作 他竟然在整個人大會議上說 海上軍事鬥爭 做好準備 而這局軍事鬥爭很顯而易見的 標的是誰 當然是金夏 也是日本 也是菲律賓 你講到重點了 標的如果是金夏的話 今天帶我們來解讀 為什麼在金夏水域 我們特別關注的是 你有沒有來武裝的船 你有沒有來海警船 可是這一次開來一個 你感覺上不痛不癢的 蘇俊的抽海砂的這種船 工程船 這個船後面訊息量有多大呢 居然有人在講打棒球喔 最在乎叫什麼location 位置最重要 而包括他們的環球時報 這胡錫進也跳出來講 說你注意啊 嘴巴我們講出來啊 會實際行動 來真的實際行動來了 跟各位報告 原本你講說金夏水域 它是長這樣 但是這是我們的 鏡線式水域對不對 一條藍的一條紅的 但是過去 共軍通常會稍微 有點禮貌性的 尊重這個水域 也就是他們會從外面 這樣繞道而行 但未來他們現在打造的 這個我們講喔 柳五電航道 各位你知道在哪裡嗎 我直接變個顏色給你看 你就嚇到了 來在這裡 這一條就是柳五電航道 但問題這條是什麼 欸各位 這就是小金門欸 那旁邊就是大膽二膽島欸 所以這個是在哪裡 直接把你切開了 進限制水域 他直接跟你講 我直接親門打齁 我要在你的進限制水域下 挖一條航道 而且挖這個航道 否誰要 軍事艦艇 因為我水要吃得夠深 所以我要把下面的淤泥 通通都清乾淨 那我就問 如果這個航道在挖的時候 我們應該有所反應 如果真的我們無所反應 讓他挖完了 而藉此 軍艦把這裡當作他家巷口 想來就來想去就去 那是不是要如同我們 先前邱國正講的第一集 正式要開火 好 各位朋友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 是栗正傑將軍 將軍 你以前是小金門的指揮官 跟我們講看 今天老共開來一個 挖泥沙的工程船 出現在今夏水域 怎麼了嗎 不過就是工程船啊 我從這邊要開始講 我們看大膽島 是 這個是 這個帥哥是我 我站在大膽島 是 然後後面這個島是二膽島 是 所以我現在這個面 這個方向是 夢對蒙湖嶼的方向 然後這後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什麼 就是大陸泉州的土地 這裡就泉州啦 對對對 這裡是泉州 所以說各位看看 它現在在我們的 大膽島在我們的管制之下 所以它只能用的船道 只能用二膽到杭州 這麼窄窄一個航道 再通行它所有的貨輪 或漁船 或甚至於軍艦 也就是說只能在 二膽跟輕漁 這麼小小 狹窄的一個海盜州 那我請教你 大膽二膽中間 有這麼寬的水域 就是這個地方 是 這是它不能進出的嗎 不能不能進出 不能進出 第二個我要講 這個大膽島 它的重要性在 大膽島就是這個 這重要性 從清朝的時候就很重要 那這水道來講的話 在我們那時候 警戒有多嚴呢 就一律即沉 一律即沉 來 我們看這個地方呢 有沒有看到 導播 冒出了這個濃濃的煙 我先講答案 這個是你炸的 對我炸的 那一天發生什麼事了 那一天 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那塊心戰牆 上面有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 是 那大陸來講 廈門那邊 有很多內地來的觀光客 他們希望來這邊照張相 對 很吊詭 他就是要告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 那每天 為了這道牆 他們照相的收入 我預估有40萬人民幣 是 但是對我們來講 守軍是騷擾 對不對 你等於就是越界 等於到我岸邊來了 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為了驅離他們 我就用一些廢棄的炮彈 在這邊把他炸掉 碰一聲把他嚇走 哇 所以 大家不要看這個是玩笑一句 今天將軍來告訴我們 同樣二手 這一個最重要的要塞的所在 之前還真的出人命 整船被炸沉了 對 沒錯 那次事情是怎麼樣呢 大家你看一下這個地圖 我從這個地圖 這邊是廖樓灣 大基門的廖樓灣 大概是這樣 是 那在1980年代初期的時候 我們有一艘 我們自己國軍的運輔的船隻 然後要到廖樓灣去 結果走錯航道 走到這邊來 因為那天大霧 他就走到這邊來 對 所以我講這個就是 你可以知道說 這條航道是 多麼容易進入廈門 他就走到這邊來 走到這邊來 經過大展倒的時候 因為那天大霧 我們守軍不知道 只聽到有船過去的聲音 二話不說 立刻開槍開炮直接打 結果呢 就這條船受傷了 他就到廈門 中彈了 對 然後他到廈門了 是 他開到廈門去 那還得了 被扣船了 沒有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氛圍是怎麼樣 下面一看 你怎麼來了一條國軍的船 你們台灣的船 怎麼開到我廈門來了 然後跟那個船講說 你回去好了 你跑錯的地方 這邊是廈門 回頭是岸 你走錯了 你回到你們金門去好了 結果那條船又回頭 對 又從這邊走回來 要命了 這個地方你說 任何船隻都不能進來的 然後我們大膽的守軍 那個時候心想說 好傢伙 剛剛你過去 沒有把你打沉 你又回頭來了 繼續開炮打 結果第二次就把他 擊沉在這個大膽這個地方 天啊 那是我方的補級船 對 然後霧散了以後 你們沒有經過雀躍 金防護臺打電話來 說有一艘運大米的船 你會 可能經過你們那邊民航了 他說你們不要誤級喔 我們回報已經打沉了 我現在講這段往事 當然是很悲傷的一段往事 但是由此可以知道說 當時的時候 這條水道對我們國軍守軍有多重要 可以授權第一線的官兵 就直接開槍開炮 好的 謝謝將軍 來楊敏你來告訴我們 今天回過頭來 驚嚇水域出現的一艘沒有槍沒有炮的輸軍船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啊 其實我想這個如果今天他們真的 這個中國大陸要把所謂的金門海域內海化 那也就會符合邱國正部長在立法院所說的 就是兩岸瀕臨所謂動武的邊緣 我必須說國防部長說出這種話 其實不是國防部長睡不著 是我們老百姓該睡不著 結果我跟你講台灣人真的很勇敢 今天大家睡不著是因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一直漲 因為股市上兩萬點 這其實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明明國防部長警告大家兩岸的氛圍很緊張 可是我們的社會感覺不到這個氛圍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當然我今天看到邱國正部長 最重要的一個訊息是他笑得出來 他今天在立法院早上受訪的時候 還跟這個記者們朋友們來開玩笑 他說哎呀你們再問我我會更睡不著 還笑得出來 他還有機會開玩笑 表示我想他心裡面是有數 但是他為什麼跟上個禮拜態度完全不一樣 他有就是下台的心理準備 我要下台了 而且他講說這個奇言野善 講真話啦 兩岸的這個惡意螺旋不斷堆疊 在金門廈門海域因為海巡取締這個事件 導致尤其現在協商中斷 沒有一個溝通的平台的時候 未來會不會擦槍走火 還有包括其實這個共機共建 老台的這個頻率越來越高 確實都很有可能會發生所謂的 真的你不知道哪一天第一集就發生的時候 該怎麼辦 所以我想我們好好的正視 這個邱國正部長的這個警訊 緊張到晚上睡不著就要遺憾 邱國正部長是不是 因為未來的部長不一定是他 如果被換掉之前他說真話 你怎麼看 應該說未來部長應該不是他 因為他已經講了不管是誰來 他應該就是做到這個時候為止 所以他沒有打算要留下來 這其一 其二 邱國正部長他說他睡不著以後 我本來都睡得很好了 我現在反而我也緊張了 對不對 因為邱國正以前 看過他幾次的這個 就是說對事情的表態 我覺得都還蠻得體的 而且在整個對國防上面也很專注 他也沒有特別的黨派色彩 可是他明顯告訴你 這一次的金門事件 使兩岸的軍事衝突緊張 這個關係提升 而且發生衝突的機率也提高了 對不對 那既然是這樣觀眾朋友 那今天兩邊相撞的話 這個chicken game 我們跟大陸一副就知道對撞 邱國正沒有 可是海巡署沒有退讓啊 那海巡署也不用退讓 海巡署只要講真相就好了 講真相 要發現說我們兩岸的主權 還是各自各自的 政治的 我們要民進黨道歉 我們要民進黨撫慰 我們要民進黨退讓 我要民進黨把真相公布 那這樣不就不用睡不著了嗎 現在這個睡不著 就是金門引起的嘛 因為蔡英文總統 不講九州公司也八年了 雖然兩岸關係緊張 他說他以前沒有睡不著 觀眾朋友要知道哦 邱國正的話本來都沒有 是最近睡不著 所以就是因為金門事件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表示金門事件 其實處理得並不好 他只是拐了彎告訴你 我國防部 因為海巡署的這個處理 讓我國防部 現在目前 我的群務更緊繃 我的心情更憂慮 誰應該為金門事件 負最大責任 不是邱國正 你搞清楚 他今天是說真話的人 管碧琳在最近的 幾次的調查當中 仇恨只是不斷不斷的堆疊 越堆越高 你怎麼看 其實因為遇到中國大陸 所以很多事情就沒有辦法 聰明的處理 甚至我都不知道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現在目前到底態度是怎麼樣 他只有兩次表述 第一次叫做 對不對 妥善處理 堅決執法 然後跟不要發聲嘛 那再來就是 今天禮拜五千天 禮拜三的時候他要講說 我們應該要勇敢的 去把真相論述 給社會各人知道 可是你的真相是什麼 邱國正睡不著這件事情 雖然只是他隨口一句話 可是我覺得他隱含了很多 他以前曾經講過 接受那個 就是專訪的時候講過 他在台海關係很緊張的時候 跟他兒子 國中生講過一句話 你是軍人的兒子 你爸爸只有兩條路 一個是到戰場去 把你爸爸的勢力找回來 要不然就是爸爸平安回家 那次我看他那個影片的時候 我是有感動的 所以邱國正他不怕打仗的嘛 可是他現在知道說 他當國防部長到最後這一端了以後 要因為很莫名其妙的原因打起來的話 他也應該覺得說沒有必要 所以他才講出 哎呀我都緊張都睡不著了 他不是在開玩笑 所以顯然這件事情 是我們要好好檢討 不要讓兩岸的緊張關係繼續提升 5期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9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100萬的訂閱 快點衝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Call更多人 來幫我們按讚訂閱 100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